好上一期教大家怎么样反手过渡直线往前球 那这一期就要教大家怎么样反手过渡斜线往前 这一个直线和斜线的过渡步法还有这个架拍全部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首先是启动 启动完兵步 兵步的同时架拍 然后这个时候就弓箭步到位准备击倒 它的影拍的这个步骤和方式是一样的 下拍 影拍 然后小臂外旋带动手腕手腕去包切 好 所以我们要注意了 这个时候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包切的过程 我们的过渡直线是要往这一个 外了之后再往内这样去包着去切 那这个斜线我们是直接拍面直接往内 这一个角度去打 所以你这个手腕的位置稍微再锁多一点 锁多一点之后变成你的拍面就直接往这个斜线这个角度去打 打这个斜线还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你这个挥拍的速度 因为斜线的角度会比较长所以你这个挥拍的速度一定要够快 当你的这个挥拍的速度够快的话变成你打去斜线的这个角度稍微边线一点 你是用这个挥拍的速度去带动这个球去实现的 好 当我们这个挥拍的速度一快了之后就代表是有一个冲力的 所以说我们一打完之后这个手肯定是会往前跟的 手一往前跟的同时 然后我们这个交换步和转身要稍微衔接快一点 所以它整体的感觉就是 好 这个时候我打完了之后我交换步也做好了 我转身也做好了 后边的这个步伐的跟进是一样的 我们打完了之后我们整个状态还有这个右脚的位置是向着这个斜线的 好这个时候我会有一个冰步冰步就代表是要启动了 所以说我一打完之后 我冰一步这个时候如果它掉往前我就开始移动上去往前挑或者放往 整体的这个节奏步伐还有这个挥拍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只是打出去包切的时候那个角度是不一样而已 这个也是一种感觉的 往直线你一定拍面是要往这个直线的一个角度 往斜线你的拍面一定是要往这个斜线的角度 只是打斜线球我们一定要注意了啊 我们的回拍的速度和这个交换步转体的速度要稍微快一点 这样你可以更好让这个球往边上去走 好球我们这个反手往前过渡直线和斜线的要领相信你们也是掌握了 那现在我就给你们做个小准备步伐 不管是打直线斜线或者是打反手的高远球 全部都是通用的 我们的步伐都是先启动完 然后第一步的同时架拍 然后到位你得挤打 这也是通用了 好然后到位之后我们就要开始找击球点 击球点这个过渡往前就不需要再特别高 我们的基球点可以稍微放在这个网子的高度 然后我们就直接往前打过渡 这样球就会贴着网 然后不会飘起来 然后被你的对手扑死 到位了之后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第一个步骤 架拍 然后第二个步骤就是引拍 这个引拍就引到差不多45度角 然后这个走 我们不需要每一个球都顶得特别高 这个走其实就看这个球的高度 球的位置 然后我们是很自然的去引拍再打 球一定是要在我们身体的外侧 好引拍完 然后我们每一次要打肯定是小臂外旋 带动我们的手腕手指 然后我们过渡是一定要包切 包切意味着我们的这个手腕一定要锁着 稍微立起来这样 然后我们就这样包切去击球 过渡直线我们包切的动作就是 由外到内这样去打 然后过渡斜线我们就直接往内 然后这个手腕稍微锁着多一点 直接往这个斜线这样去打 好打完了之后 我们的手肯定是往前走 这时候往前走的同时 我们的左脚和右脚进行一个交换步 然后转身 反正完 比如说我过渡直线 我的重心和状态全部向了直线 如果我打一个斜线 我的重心和状态就向着斜线 你往哪打了 然后我们的状态和重心 全部就向着你打的位置 然后下一期 我会教你们这个反手高远球 教你们怎么样蓄力 然后发力 之后我就会教你们这个训练的方法 怎么样练这个反手 这个就非常实战 好 就我们如果你没有什么问题 欢迎你们随时找我聊天 我可以是去看吗 我们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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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